章娜拉6月初亲自写下公告 惊喜宣布她要结婚了 不过关于未婚夫的身份 她只表示对方比自己小6岁 是从事影像工作 情绪也不愿多谈 而他们的婚礼将在26日 韩国时间晚上6点举办 习帖随之也被汗霉曝光 放在最中间的 使用手绘方式画出两人紧紧牵住的手 上面还有两人的英文拼音名 并用韩文写着结婚了 简约淡雅的风格 跟一向低调的她超级符合 而在喜帖下方 章娜拉还特地写上 参加婚礼的五大要求 入场时会确认邀请函 不可公开婚礼日期时间 不可公开婚礼场地 不可公开新郎身份 不可公开婚礼相关的照片及影片 此次婚礼也仅邀请了相关亲友参加 彻底保护老公不被曝光 其实在宣布婚训后 她的老公就被棋底是VIP的同剧摄影师 过去也曾在剧组大合照中露脸 开始被大家疯狂肉搜 章娜拉当时气炸火速 透过经纪公司警告好事者适可而至 说如果再有动作伤害家人 她一定提告 如此保护老公 完全可以感受到她满满的爱乐